Hello 星期三 正常不是今天做的 但是呢 因為我之前飛了 星期一那天 我會在飛機上度過 漫長的 飛了由北卡來香港 是 北卡飛去紐約 紐約 然後呢 再由紐約 再回香港 那就是 一個多小時 從北卡 他們是Rally 不是Rally 我以為是Rally 去Newark 就一個多小時 第一次遠一點 第二次一個小時多 然後呢 就Layover兩個小時 然後再飛十五六個小時 HELLO 進來了 因為真的有很多東西 然後要很快 適合 好像有壓力 快點說話 好了 快點進來了 謝謝大家 好了 今天呢 會暫時不講默論 都講相關的東西 我意思是相關 就是同一個層面 能量層面 這次可能呢 大家會能夠感受到多些 就是什麼叫做能量層面 OK 因為可能很多人以為 是一件很空返的事 其實它真的不是空返 還有抱歉 我真的完全徹底掃眼 因為我的Jet lag 這次回來的Jet lag 是 咦?沒有畫面嗎? 對嗎? 有的 喂不要嚇我 OK 給我一個試試 試一下Refresh 看看會不會再有 有啊 我看到自己那個恐怖掃眼的樣子 然後 然後 好像很浮 OK 大家 我回來了 我有很多 好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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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來了嗎? 進來了嗎? 沒有 但是 OK 看我自己 Dawn 你有畫面嗎? 嗯 OK 那我今天呢 沒有抱歉回公司 因為我真的不幸 我的Jet lag 好興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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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好 好 好 後進來的人自己追回 Sorry,Rosy怎麼了? 我是星期一 你知道香港不是多 北卡那邊13個小時 然後昨天晚上 今天是第一天在香港 我同時是做股 本來幫我安排了 中午1點和2點鐘 有外國的討論 但是我真的不行 因為13個小時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香港飛過去 我完全沒有Jet Lag 真的 但是我今次飛回來 是有一點 不是說很嚴重 但是是有一點的 如果我今次的先生 是一個67歲的太太 她很年輕 她在這個角度 大家都認識她 她說 很少說自己人生裡 有些病的經歷 她都會發覺 搞定一輪 為什麼我沒有做過那件事 明明自己想到 你會做過那件事 你每次都會這樣 明明是有這方面的知識 但是你一生病 那一刻 你已經 你明白了 就是像是DISABLE 了 你懵了 可能會玩完一輪之後 才會回到頭 啊是呀 I could have done this I could have done that 其實 我今次Jet Lag 我知道有些事情可以做過 例如 Thought Field Therapy 就是Energy Psychology 即是能量心理學 OK 對了 那這件事 我之前不是教過大家 你明白嗎 你不是這樣 tap的 ok 一些 因為人有印象 ok 那 一個其實是 Under Energy Psychology 即是能量心理學的 範疇 那呢 為什麼會tap這些位置有用呢 我記得我之前 大家都有解釋過 因為這些其實是一些經絡的末端來的 就是經絡呢 中國人很棒的 中國人 當年是一個天才 就是幾千年前已經發現了 經絡的存在 是能量管道 正如印度人 又是幾千年前發現 默倫的存在 不知道的人就會 這些東西 就是假的 不是真的 但其實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科學都證實到他們的存在 因為他們其實是身體的微電流 就是身體的電磁波的管道 就是你血液不是有血液的管道的 是不是 這個很早 現代科學 現代醫學都知道的了 就是現代醫學 allopathic medicine 大概200年左右 就發現有血管 那些血液是在裡面走的 但是他們還沒有即時發現 有淋巴管道的 隔了一段時間才發現 這是什麼 為什麼 有些好像一條條的路 但是又不是血管 這是什麼 後期才發現 原來這個叫做淋巴 而能量管道就更加 不是按一個 anatomical 就是一個身體的層面 一個 bio-physiological anatomical 即不是一個解譜能夠看到的層面 因為 它說的是能量管道 而能量不是龜波器 我們說的能量 其實是你身體裡面的電磁波 它的行走路徑 正如默倫也是 默倫之前我不是說過 其實 我先找一找 我寫下了某個地方 我有說過 等一下 不要緊 我先找一找 1988年 如果我沒有記錯 U.C.L.A 我想找一個教授的名字 發覺 原來真的 不同的 不是U.C.L.A U.C.L.A 等一下 奇怪 你去了哪裡 啊 OK 等一下會出來了 讓我找到 原來身體有七個默倫 是有七個不同的 對應的光譜 還有 它發放出來的電磁波是不同的 就是 這個雖然不是一個肉身 你能夠解放 找到的東西 但是 你身體的能量是受到這些影響 所以為什麼現在這麼多人在說 不想有5G 5G 對身體會有影響呢 其實 這就是大家擔心的 其實這對我們來講 是一些 alien的東西 不是不正常的 OK Mample剛剛問 EFT 我剛才說 這個 人都是這樣打的 這個版本 就是EFT 沒錯 EFT 就是 Grow out of EFT TFT 就是 Thought Field Therapy 就是這個 我不知道中文是怎樣 OK 它就 和EFT有些不同 EFT就是你 是不是都是這樣打的 OK 就是你設定一個項目 就是 Even though I have an issue with my mother I still holy and completely love myself 這樣講三次 OK 這個你可以work on anything 就是你可以work on 譬如說 你有 an science issues 就是你的焦慮 你有不安 然後你會懶惰 你會 你不明白 這些 比如我睡不到覺 你覺得 不是純粹情緒 但包括你睡不到覺 這些 我小孩子在後面 你記不記得 挺可愛 挺可愛 Pizza仔 OK 這些都可以apply 那就是那句 不用錢 所以試一下 你明白嗎 看看行不行 可以嗎 可以嗎 你試一下 如果你覺得挺好 就一直做 包括有些人 是 我壓力很大 我折製不到自己吃什麼 做 你明白嗎 即使我折製不到吃東西 但我依然傳言地 接受並愛自己的東西 然後你就用 tap it OK 這些全部是不同的經絡的末端 這裏要講一些概念給大家聽 就是為什麼你不是打經絡的中間呢 剛才不是說 是中國老土天才 發現了有經絡的存在 但是它不是很整理性的方式 即它那個排列 如果你們大家有見過 老實說我不會背 我都要把那個表出來 如果我告訴你 我會背了經絡所有的名字 每一個月位的名字 我真的騙你 譬如舉例 somewhere along OK 神經 神經 我們叫做K27 叫預府 下一格 叫做 不知道什麼 然後再下 叫神藏 再下 就是什麼 佛 通曲 陰 食官 雙曲 鰻魚 宗柱 這些名字我先說 這些名字是沒有意思的 就是我們想不到它怎樣有關 如果你要背著全身十四條經絡 我加上任督眼罵 再加上每一個月位的話 是崩潰的 然後我突然考你這樣 我說大宗是哪一個經絡 那你就呃 或者大靈是哪一個經絡 勞工是哪一個經絡 還有支架 天井 OK 即是 不能把2和2一起 但是 即是西方有一個 我可以說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就是它全部變成number 我不是說這個叫K27 好了 然後它下了一架這個就是K28 即是我不懂得讀什麼中 然後這個就是K sorry K27 K26 然後K25 新床就是K25 我大概知道它的路怎麼走 然後我大概記得它可能是一寸為之 即是手指的這樣一格 為之一個月位 OK 那就容易trace 明白嗎 即是一個比較系統的方法 這次我過去學的時候 我先生的老公是一個教師來的 他就share了一個 insight 他說得非常之好 就是說 我用了一個英文的講法 我再譯成中文給大家聽 他說 他說 In ancient China 即是我客氣了 他說古中國 他其實今次今天都還是這樣 他說 In ancient China If you have made a discovery It would be more to your economic advantage It would be more to your economic advantage to keep it to yourself 明白 So people would come to you 明白 Because you have something that nobody else has 明白 OK But in the West If you found something You would want to publish it So people know that you are the one who made the discovery And you can build a whole system of it OK 那是什麼意思呢 我都說那一刻是講古中國 但是今時今日都還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你在中國 And again 他說你是古中國 當你發現了一件事的時候 你是會想收來幾用的 就是我自己收來 我不告訴別人 然後 然後 為什麼你會這樣做 因為這樣變成你認識一些人 你不認識的東西 那些人就會上來找你 你明白嗎 就是 哇 大家都是針夠 但是那些靈驚的 他針兩下就好回來 但是另外那些師傅 可能要針十幾次都不好回來 那你變成那些客人會去到這裡 但是他說 西方社會不同的地方就是 當你發明了 或者發現了一件事的時候 你會想是第一個衝出來 將它publish 就是將它 什麼叫什麼 印刷出來 或者公告出來 例如 Medical Journal 醫學期間 或者說是出書 那大家知道是你發現這件事的 然後你就可以成立一個新的系統 一個新的教學模式 大家都會來給錢跟你學 所以看得出 其實講到尾是一個制度的不同 就是我們譬如說 我們譬如說 我今次學這件事 其實它是很 牽涉地 grounded 或者rooted 在亞洲的哲學 就是它真的跟經樂 這些是有關的 但是你說 蛤 你說你去學按摩嗎 我不是去學按摩 但是它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就是你透過很簡單的測試 很簡單的 OK 但是你可以 within幾分鐘 你可以測試到 你身體十四條經絡 它現在的狀態是怎麼樣 例如有沒有哪一個 over energy 就是有太多的能量 OK 然後有哪些是under energy 就是不夠能力 就是貧富不均 OK 就是你想想一下 如果所有的錢 在政府手上 或者好像在香港 你說在所有地產商手上 然後所有其他人 都是 吃完午飯 就不知道下一頓什麼時候 你覺得這樣健不健康 你明白嗎 所以就是你的身體 都是這樣的 你想它所有的經樂 都可以 有足夠的自然去運行 但是往往 你發覺是 會出一個情況 就是當一個 它太過 overload 他太多事情做的時候 譬如有些人 我們叫肝屈 就是肝屈 爆多事情做 然後 他一直 好像 怎樣說 好像 手機一樣 你明白嗎 然後他就搶了所有的工具 他說 我不行 我不行 給我 我要搞 我現在很多事情在搞 變成了 其餘的經樂 就會受到影響 尤其是他 他之後那個 那如果你想想想一下 肝屈是熟木 那木下一個 那就是火 那肝的下一個 我們又說 肝的經樂裡面 或者是苦狀裡面 肝有膽的 那你怎樣去 給一個priority 其實有系統去看 譬如說 我們有肝和膽的例子 就是胃和皮的例子 那我們的priority 我們是會給 譬如是膽 或者我們會給皮 因為他們是陰 那個陰性的狀腑 而不是陽性的狀腑 那是什麼呢 你在說什麼呢 其實就是因為陰性的狀腑 是全天候二十幾小時都有工作 他不會停的 例如 你的心臟不會停 你的肺不會停 你的肝不會停 你的肝不會停 你的皮不會停 然後還有你的腎 也不會停 那這些就是他不斷地在做事 所以你會先給他一個priority 反而有些就是 他久不久開工 譬如你的胃 那你吃東西他就開工 所以我們為什麼 之前一直跟大家說 就是不要 塞遊戲無神 喜歡塞東西入口 你知道很多OL都追蹤這件事 上班門口打電梯 然後塞東西入口 其實你是會overload你的系統 所以就不要這樣 我們現在就是要 吃東西都是 我們會選擇 儘量在一天八個小時裡面吃光 或者六個小時裡面吃光 你會盡量吃 那為什麼 譬如說我見客人 我會幫他 其實那個 斷食的時間應該是幾個小時 因為你也要看那個人的消化能力 那你的消化能力怎麼看呢 當然你可以看他的 你可以問他 聽他講 同時 你就做測試 那我這次過去做這件事 其實是Applied Kinesiology 那我想說 其實我之前已經讀過兩個 我讀過兩個 但是 因為你 讀很多東西 你可以就這樣讀 譬如我營養學 就是營養學 就這樣 online 讀到 沒問題 因為他理論 理論和實際 交功課 做測試 做測試 對 做測試 這樣回答他 但是 為什麼一個一定要飛過去 然後要留那麼久 因為 那個力度 OK 你拿到那個位 你拿到哪裏 OK 接著你 Apply 那個力度 你是這樣 還是這樣 雖然我的指甲很長 我飛了回來 我還沒去做鬼爪 接著 你Apply 多少的力度 持續多少秒 這一個是 你真的要去現場 你的angle 怎樣 OK 這些呢 是必須要現場 給先生 抓住你 不斷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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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就是 我接下來會四年 我四年都會這樣過去 每年過去 stay兩個禮拜 至三個禮拜 接著回來 實習 交功課 一年 接著每年會renew 去到最後四年之後 OK 就會是 就是一個 澳洲和紐西蘭政府 承認的一個 一個專業 就是好像 脊椅不是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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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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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不是真的花了很多時間去解釋給你聽 為何要進入結論 你是胃不好、乾不好、皮不好、膽不好 其實不是的 他未必只是花了那麼多時間去解釋給你聽 但是呢 你就相信了 因為你相信他是專業 他花了那麼多時間去讀他懂的 OK 但是 我這次學的這件事 或者我這次是第三次學 因為我是去實習的 其實你是立刻看到的 是立竿見影 而我想說 我想確認我一定要發送你的訊息 但是由現在開始 所有的客人做面對面健康的資訊 我都會幫他們做這件事 如果你是不在香港 譬如我一會兒要做一個溫哥華 我明天午飯都要做一個溫哥華 其實就是 你們可以減少一段時間 回到香港 我補給你 幫你做的 OK 你是立刻知道的 立刻知道 and it would make sense to you 即你會覺得 咦 為什麼我做這個動作 我維持不到 但是那個動作我會維持到呢 你會用即時反應 接著很簡單 辦 OK 握住 譬如有些位置 你會按它 幾下而已 幾秒鐘的時間 接著你再測試 身體反應已經不同了 或者有些不用用力的 有些可能你輕輕 某些位置你碰住它 OK 接著可能 還有另外一些方法 即有十個八個方法去測試 那這個測試也有一個好處 就是 譬如你買了 某些的補充劑 OK 即是一些補充劑 OK 你不知道吃不吃好 或者有人送了給你 你不知道好不好 你也可以用這些測試 立刻給你一個答案 OK 那這個就是 在中國幾千年的 經絡的學說 它傳到西方的時候 OK 我之前有提過 就是這個 Roger Gallenhan Roger Gallenhan 就是 Thought Field Therapy 的那位心理醫生 他就是對著一個 說怕水的女人 他不是普通怕水 他經常怕到 洗澡洗頭 洗碗 什麼都害怕的 OK 走到出門口 你可能在一個 駕駛駛駛 他很害怕水 這個醫生 Roger Gallenhan 他現在過了身 他用了年幾時間 催眠 試過什麼都做過 nothing seems to work 你明白嗎 然後 之後 突然之間有一天 他就想 他問他 他就說 你想起水的時候 你身體會不會 哪裡有反應 譬如不舒服 那個會 我的胃會不舒服 好像想反胃 然後馬上 Roger Gallenhan 因為他本身有經歷的背景 學過 他就知道 咦 不如試一下 這樣 他就叫他敲這一棟 這個就是慧經的末端 OK 他就叫他想著水 然後敲 敲完之後 那個女人 就去見到泳池 都沒事了 這是一個true story OK 這個就spin-off 成為energy psychology 現在有一個出名的醫生 叫做Dr.David Franstein 另一個名人叫Donna Eden 那個老公 Donna Eden 就是 Energy Medicine 他不是一個醫生 但他本身是20頭的時候 就被西醫斷命了他 有些很嚴重的病 接著沒有得醫 我下一集可以講講他的生徒 後來他就 學了 學了其實就是我現在的系統 接著他就自己apply 對 那當然有一點神化的部分 看你信不信 那就是他可以看到 energy 就是他看到人的氣場 他看到默論 他看到穴位 他看到經絡 我跟很多人談過 是信他真的看到的 OK 那你不用問我了 我是看不到的 我看不到 所以我要用測試的方法 OK 用測試的方法 去確認 OK 你身體哪一處是out of balance OK 不需要吃藥 the beauty of the beauty of 這個就是不需要吃藥 你看到我 其實我講了這麼久 另外一個人真的很堅定 在這方面 就是我盡量不想 Janeer Pizza You wanna come here OK 等一會很快 Pizza 這個是我的小孩子 Oh no OK 不用怕 不用怕 Oh your sweet baby Oh sweet baby Oh your sweet baby Pizza 乖乖乖乖乖 媽媽飛了兩個星期 慘慘 OK 我們這個節目中間會加插這些冷貓時間 大家來看 You're so cute You're such a baby You're such a baby Your mom is such a baby Pizza 她的名字叫Pizza 聽到 現在在揉她 看不見到 她的眼睛是閉上眼的 看不見到 閉上眼睛 被人揉她 我回去了 好嗎 OK 好了 奇怪了 繼續回來 OK 少說到哪裏 我忘記了 Yeah 那就 再說回頭 那 這個經學的學說 去到西方 去到Rose Gallatin手上 就變成她 開始了 Energy Psychology 就不再是佛樂伊德的那一個 就是她的系統 就是講講講講講 你明白嗎 OK 而是呢 透過你身體的能量管道 去幫你釋放你一些困住了的情緒 OK 是的 因為她就發展了一個看法 就是不是透過講講 就可以的 後來另一個醫生 就是 Dr. Dr. Low 就確認了這件事 我還有一些輕輕的理機 所以很慢 她是一個紐西蘭人 她就確認了這件事 就是說 有很多我們的 trauma 我們很多創傷 和很多的經歷 是 她儲存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是之前我們懂得說話的 即是可能在我們 一歲多之前已經有很多事情發生了 我們的身體儲存了這些創傷記憶 因為你那時候還未懂得說話 這件事已經發生了 你今時今日是沒有辦法透過說話 OK 去將這件事釋放出來 那你就要透過其他的方法 Energy psychology like I said 就是Roger Garland開始 那現在比如 David Feinstein 他本身是 這個 我忘記了他有沒有精神科的訓練 但是心理學他絕對 他在這方面本身已經很出名了 前面她認識Donna Eden 然後後來 他們兩個結婚 就將這兩件事發揚光大 一個就是在實質的形容那裡 就是說 你怎樣令身體的能量走得更好 OK 然後有些什麼可以做 比如你可以按哪些位置按下 自己按的時候不是要找人做的 OK 然後你怎樣順著她走一次 有些什麼測試 這樣 我發現她的丈夫 就是比較在情緒的釋放那裡 OK 因為一路的主流都是說 你透過講 透過talk therapy 即是psychotherapy 透過講的方法 但現在發覺 喂 講的未必是最好的方法 原來你透過這些 釋放 那為什麼這件事又會這麼行呢 就是因為 其實你身體所發生的情緒 所有發生的事 其實你的身體是記得的 你的身體是知道的 而我想講 包括我現在 今次做完實習回來的這個系統 譬如如果我叫你想著一件事 OK 譬如你有個 我有個goal OK 即我有個目標 我的目標就是 我想我對著我姐姐的時候 可以不用操心 操心 OK 我可以立刻幫你做14個肌肉的測試 那這14個肌肉的測試 它可以reflect到背後 你到底是哪裏 會不配合這件事了 你明白嗎 例如你的身體 其實 當你每次見到你姐姐的時候 它會產生一個短路 我想說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是一個短路 而這個短路 我接下來要說了 Anyway 這個短路就是說 你一見到你姐姐 你姐姐可能一打電話給你 或者你姐姐一Whatsapp 你一見到她的名字 你立刻已經火起 或者你已經立刻 你立刻已經緊張 你立刻已經熟 那為什麼這個反應會這麼快呢 即是一刻你聽到叮一聲 然後你已經立刻不妙了 心已經沉了一下 然後你見到她的名字 你立刻 整個人好像 你明白嗎 放了漏氣 那這些反應呢 不在一出生就是這樣 你第一次去見東見他的時候 不是這樣 為什麼會發展出來呢 就是因為 中間發生了一些事情 那就是可能她扯爆了你 然後不斷地 每天這樣搶你 一直每天都在reinforce 加強著這個短路 OK 那就變成了 差不多是一個反射的反應 那樣 就是一見到 OK 可以不是阿姐 可以是老婆也可以 你明白嗎 就是一見到老婆打來 立刻 唉 這樣 或者是老公打來 唉 這樣 我身邊有些人 我一見到老公打來 老婆打來立刻灰了 但是 你可以想像到 當日她拍拖的時候 肯定不是這樣 不然也不會結婚 OK 那這就是一個circuit來的 OK 一個 阿姐這部丁不在 Circuit的中文叫什麼 阿姐呀 你知道嗎 反了她 OK 我給大家看她們反肚的情況 你見不見到 那是Rosemary Rosemary旁邊有一條魚 珍珠 啊哈 HELLO PIZZA BABY OK 不好意思 我走去說另一些 Hello Ro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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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對呀 在逆你 Hello Rosie OK 回來了 Oops OK 這樣呢 就 糟了 又要跟我說那邊 Anyway 短路 那就是 你怎樣打開短路呢 就是 你透過你 如果 你根據 Thought Field Therapy 就是你一定要用回 針對性的 OK 比如說 你是會 憂傷的 比如你聽到一首歌 或者想起你的前度 你就會哭了 你就會很難過的 那就有一個方法 就是某幾個點去敲 拍打的 就把他那個情緒 那個短路釋放 那個情緒怎樣 會跟你的經絡有關呢 因為每一個撞苦 每一個經絡 是 responsible for 一個情緒 OK 這樣呢 所以就是 你看看 那你後來呢 剛才所說的 EFT 他的做法就不是這樣了 他就覺得 不要管了 我大包圍 你明白嗎 就是我不需要再分開 我如果是生氣的 我怎樣打 我是悲傷的 我怎樣打 我焦慮的 譬如舉例 十二的經絡 一般中國人說是說十二 他沒有說十四 他只會把飲得意物排除在外 譬如膽 就是焦慮 肝就是憤怒 肺就是悲傷 大腸 肺就是悲傷 大腸 肺就是急臟 肥就是受到委屈 所以你想一下 我們說 回到面前 講脈輪的話 你想一下你的太陽輪 就是拋 所以你想一下 這裏有什麼關係 跟皮胃有關 血跟肝有關 所以一個脈輪 它是說 在說 膽 乾 皮 壞 即是焦慮 憤怒 急躁 委屈 所以 我下一集開始再說 對應 心就是生氣 憤怒 仇恨 小腸哀愁 膀胱就是消沉 腎就是恐懼 心包就是壓抑 三招就是緊張 所以說 如果一個人經常緊張的話 你要敲打誰 要敲打三招經 三招經跟什麼有關 跟甲狀腺有關 甲狀腺 如果甲狀腺是什麼 就是很緊張 明白嗎 所以其實疾病和經絡是有關 和身體能量管道有關 而這次我實習回來 我很開心 雖然長途經驗令我想死 但是我為什麼覺得這麼好 就是你現在又是不用吃藥 你在一個不用吃藥的情況之下 你可以平衡到你身體裡面的不平衡 你明白嗎 譬如說 我家裡跳線 你看你不知道的 你只知道有東西不著 你明白嗎 但它哪裏斷到哪裏 哪裏出問題 你不知道 但你找個電工師傅過來 就知道 它就知道原來這一段沒有了 然後拍哪裏的感覺 如果不行 它就要在哪裏再搏電 這個就是我這次去學的這件事 就是你身體在哪裏跳的感覺 它可以是情緒的 它可以是和你的目標有關 譬如說 我很想減肥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戒不了口 譬如我明明要生酮 但我生不了 我一見到揚州炒飯 我就壞了 但這件事 你可能在你的層面 你見到這麼多 你只是說 我想生酮生不到 因為我見到揚州炒飯 我就壞了 有些人可能不是揚州炒飯 可能是所有的碳水法 然後這件事就是 你找一個催眠師 他就說我幫你催眠 催催一下可能去你的童年 原來你發覺 你小時候一不開心的時候 你媽媽就擲你吃澱粉 那你就會舒服一點 所以你的身體就自然 一有壓力的時候 就會回去想吃澱粉 這就是心靈餵植食物的概念 但這是不是一個環境 絕對是一個環境 你想想一下 如果你小時候 你媽媽不是 在你不開心的房子 就擲糖給你吃 擲炭化合物 澱粉給你吃的時候 你現在不會去高貨這件事 作為一個食物的 正如有些人大過了 小時候很想買玩具 買不起 你家裡窮 但是我自己賺到錢 就不斷買模型 不斷存模型 不斷存模型 存到整間公司 我上去看 譬如有些廣告公司 有兩層的 上面那一層 大部分的位置 都是給他擲模型 因為他要平衡 他小時候要缺濕 這個是一個環境 為甚麼他不是做另一件事 譬如有些人 他小時候十幾歲的時候 找不到女兒 或者是二十頭的時候 找不到女兒 去到中年他發達了 四十幾歲發達 然後他不斷追求女兒 不斷追求女兒 不斷追求女兒 但他不是真的想找一個女朋友 就拍拖 然後結婚 他不是 他好像有一個報復心 不斷認識很多女生 接著可能認識了 有發生關係 然後他就飛別人 其實不是女性的問題 是他自己裏面有一個短路 他要彌補自己 當日沒有 被人的拒絕 他覺得今時今日 我可以拒絕你 很強勁 你明白 是一種彌補 但如果你是用話療程 他跟他說 他未必認同 他覺得我不是 只不過是 現在我既有錢 有權有勢 為什麼不 你明白嗎 他覺得這樣 他未必認同意你的說法 但如果這件事 你透過 OK Try with yes or no 我不是太肯定 但如果你透過這些方法 打開短路 那可能 整件事就不同了 因為他就變成了 去彌補他的十幾二十歲 喂喂喂 不要打架了 但彌補他十幾二十歲 那個缺失的時候 他就不是 只是去這件事 你明白嗎 他可能會是 即 即 instead of 單一 一個Item 令他覺得 這個是我的 滿足的來源 他就更加 平衡 就變成 我不是 壓力大的時候 我都要去吃個 車仔麵 你明白嗎 你的身體是會有這些短路 每個人都有的 而這些短路就是 Energy psychology的範疇 而他不是吃藥的範疇 你可以去嘗試睡眠 可能會搞很久 都得不到你要的結果 但原來 你敲幾下 就可以了 所以EFT 即後來 你發覺說 我要學TFT 我要花很多錢 因為Roger Garland 去到最高級別 叫做 Voice Recognition 是說十萬計美金 即你要接近 其實八十幾 至一百萬 才能學到最高級別的 Voice Recognition 我當然沒有去到最高級別 我都是在第二個級別 但是一般的事情 可以解決到 即是你的焦慮 無法睡覺 你看到你只是打電話來 想殺了他 但是那個是針對 心理層面 比如 焦慮不安 那些的情緒 但是我今次的事情 甚至更好 因為他不是自己針對情緒層面 他包括 他就是說 我經常胃不舒服 或者說 我經常會 怎樣說 便秘 我經常會 躁動 我經常會 頭痛 我頸痛 如是等等 原來這些短路 不只是情緒層面 是你的身體也會 比如說我一看到 血我就會暈 這個大家有聽過 是不是 你的身體有短路 OK 最可能 這樣可以檢查 有方法檢查 是不是有短路的 還有 比如你想起 你的前夫 你就會 比如 那個人就會馬上很猛 或者你會很不安 你會很震 OK 然後你會很不舒服 那 為什麼你之前想到他不會 現在會想到他這樣 因為 發生了很多事情 然後那個短路 是一直越來越緊 越來越緊 所以當他一打電話來 你會說 那件事發生 那你怎麼 解釋這條路 其實原來是說 十幾分鐘的事情 但是 就像我先生的老公所說的 就是 西方他很願意 將這些事情 去分享出來 因為 他發現了 咦 可以啊 我實踐了無數次 我發覺會真的活動 的時候 我馬上去公開這件事 公開了 我成立了自己的系統 大家給錢來學 他真的教了給你的 他不會維持著 好像我的先生 原來是 小媽媽五年 但他身體好到 他是一個 103磅的鬼婆 你跟我一樣高 很渺小 身形很好的 然後 頭腦非常清晰 一些老人家 即是60到尾的老人家 那些慢的反應都沒有 非常聰明 非常快智 等於你和一個 同年齡的人說話 一點都沒有減慢 接著他還在打乒乓球 一星期去兩次 接著 就開車可以駕駛四五十分鐘 甚至駕駛十幾個小時去第二個省 接著還在不斷地教班 你知道 當然他就是 他很懂得管理自己身體內的能量 你想想他教這件事 同時 他吃東西也很意識 很有意識地去吃東西 而他的意識 他不是Keto 但他是Paleo 你可以說 也很重要 對他來說是Gluten Free OK 這些測試 就是我想說 最重要的訊息 就是 所有以前找過我做討論的 不論是2017年 2018年 還是2019年 還是2019年 總之 我們可以說是 到9月 OK 從2017年 我第一個見過的討論 到2019年的9月 所有的客人 你可以回來 我幫你做一個 平衡 我們叫做平衡 就是把你身體內的能量管道 平衡 打開 不論你是失眠也好 你是潮熱 還是你的胃不舒服 還是你會經常抽筋 或者你有痛症 你明白嗎 沒有所謂的 OK 我不是包衣服 我不敢跟你說 我一定會幫你解決你的問題 但我很樂意去嘗試 尤其是2017年 2018年 有很多的討論 是那時候大家知道 在街上找一間咖啡廳 坐在那裡聊 那些其實 我沒有辦法幫你做hands on的事情 因為一間餐廳 我怎樣幫你做testing 又要站高 勤低 跪在地上 就是很多事情要做 但是我現在有自己抱 因為我今次實習 我回來 我有信心 我可以 真是deliver到的時候 所以就是 歡迎大家 預約 我promise 我不會收錢 我講得出 我做得到的 我不會收回你的錢 不會的 OK 那你儘管預約 那你預約的時間 大約就是 你給我半個小時 因為我大約可能會問你這些事情 譬如你哪裏有痛症 痛了多久 如是等 你做什麼 你這次主要是解決什麼 OK 那我們就設一個目標 就是我們這次幫你做這件事 就是解決你這個問題 就是解決一個短路的情況 OK 請你們照樣 Whatsapp去 61414555 這個是專事 來的 61414555 不要打電話 拜託 OK 是Whatsapp過來 然後 你可以顯示 我什麼時候 幾月幾日 我做過 那我會認得你的 我未必認得你的名字 老實說 未必認得你的名字 畢竟見太多人 但是 我會認得你的樣子 OK 或者說幾年幾月幾日 我什麼時候做過 我相信你不騙我的 OK 那你就照來 真的一元都不會收 你相信我 答應你 真的不會 那我會幫你做一個平衡 那你就回去試試看 會不會好了 你看有沒有分別 OK 那它可以是一個情緒層面的東西 它也可以是一個身體層面的東西 OK 再次 我不可以答應你 我一定會幫你一次搞定 OK 但是我很樂意去嘗試 而且我覺得 我既然做到 我為什麼不做 甚至以後 可能我不知道 我初一十五 專門幫一些老人家做 或者幫一些經濟有困難的人 免費幫他們做 我很樂意做這些事情 就是你問我 香港這幾個月 發生的事情 對我生意會影響 非常之有影響 我生意跌了七成 OK 因為誰叫我的店 是一個示威的熱點 在銅鑼灣 這樣 但是 頂多久就頂多久 沒辦法的 OK 但是我相信 我是真的 在做一樣 是幫人的事情 而我幫人 我不是只是 你找完營養師 給完千多元 給他 再去找一個 心理醫生 再去找一個 痛症治療的人 再去找一個 懂得 apply kinesiology 的人 我想是那個人 我可以一次過 你明白嗎 盡我所能 我讀這麼多 就是我希望我可以盡我所能 去幫你們 一次過 我不敢說 我可以解決到你的問題 但我想是 給你一個頭緒 知道你 在哪個方向 如果你的方向 你真的要找一個 心理醫生 你要找一個 Psychotherapist 你起碼知道 你少走冤枉路線 你明白嗎 OK 當然如果你的問題 你只要生童 而生童 就可以解決到 當然我可以幫到你 OK 如果 譬如說 你要做一個 能量的平衡 當然我可以幫到你 而最後 我想說 為什麼我會這麼 intual 我為什麼會這麼 buy 我不肯定 我有沒有在節目中說過 但認識我的人 一定有聽我說過 我可能在節目中說過 我自己不記得 我去年在巴黎 我想一個 叫做 Plant Spirit Ceremonialist 的訓練 的時候 最後一天 就是這個 叫做 Celebration Dinner 不是慶功 但總之就是完成了 我們就一起吃飯 慶祝 那頓飯 我吃一吃 和同學都在吹水 我突然之間 啊 好像被人 兜腳踢到胃 然後我就整個人 開始 開始捲 整個人都沒有血跡 即是白了 OK 接著呢 飄了冷汗 然後 那一刻 我知道我不行 我一定要叫白車 你想想 我盡量避開 不想看西醫 其實我不是針對西醫 而是針對醫學霸權 我經常都說過 然後我發現 原來這裡是印尼 我不會說別人的文 我怎樣打電話 去告訴他我現在是變 我怎樣解釋我的問題 然後呢 我只是痛苦 想死 然後整個人 真的 是白了 出色 冒了 冷汗 然後呢 已經開始縮了 突然之間有一個 我永遠記得 她叫Bianca 如果住在Melbourne的人 需要她的聯絡 我很樂意給你 OK Bianca走過來 因為是鬼婆 Bianca Jewel 走過來就問我 她說 Are you OK? I don't think so 即是說話 已經開始沒有辦法 OK 即是make sense 已經說到 支離破碎 一句句子 然後她說 Can I help you? Can I try to help you? 然後我只會 那一刻就是 Whatever 即是我已經開始失去意識 她就叫我坐下 然後她就叫我伸手出來 然後她就按 然後她很有趣 她一邊做一些不同的手勢 然後她一邊按 然後一邊按 一邊按 然後按我不同的位置 然後我發覺 有些我真的撐住 但有些一按 我一按 我整隻手會掉下去 好像發不了力 但她明明是在做同一個動作 OK And then Low and behold 是五分鐘 OK 甚至不到五分鐘之後 我整個人回來 即是有血跡 然後整個人正常回事 然後 沒有事了 我只會搭的士離開 OK 我是完全沒有意識 她做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做了什麼 她不是讀給我聽 或者給我藥 沒有禁止我 喝得意麥沒有 她只是 一邊 然後輕輕 按 這樣 然後我五分鐘之後 我居然可以沒事 我只會覺得 太神奇了 我只會覺得 沒有可能發生 我到今時今日跟她說這件事 然後呢 我那一刻 知不知道她做了什麼 我不知道 我後來 我不斷地研究 我才知道 這件事叫做 Applied Kinesiology 就是我現在走去學的東西 OK 太神奇 你想像一下 如果 你不要管 如果你當我懂得說人尼文 或者我找到一個 懂得說人尼文的人 幫我叫白車 Guess what will happen OK 一個很肯定的就是 我被迫到醫院 急症室 OK 這代表什麼呢 就是 我要在一個很痛很辛苦的狀態 要捱多 不知道 起碼都幾十分鐘 OK 即是她由生卡拉 車到我去醫院 接著 還要給身份證 或者護照 她去登記 OK 接著 她又幫你搞輪手續 你去見到醫生 然後醫生又去問你 我可能已經暈倒了 OK 接著 就幫你抽血 檢查 Check in 入醫院 你想想我要花 不知道多少萬元 到最後 不知道會不會有結果 OK 但我想告訴你 Within 5分鐘 Bianca 告訴我 It wasn't your stomach It was your liver It was anger OK 即是你不是胃的事 是你的肝 是憤怒 我告訴你 I swear to God OK 是 Nobody knew 沒有人知道 但其實那幾天 從那天的慶功吃飯 之前倒數兩三天 我在這裏 跟我的partner 喊著大叫 是大叫 OK 但我在我自己的villa 裡面喊 是沒有人知道的 OK 沒有人聽到 你想想 巴黎的villa有泳池 自己 雖然我不懂游泳 沒有人聽到我喊 但她怎麼知道 你明白 她不會知道 她真的透過 幫你做肌肉測試 而發現 原來我那一刻 啊 經常躲下了 就是我的肝 已經頂不住 然後就在那一刻 爆給我看 一個很緊的短路 在那一刻 感覺到 OK 你想想 她真的用五分鐘 t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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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 大哥 省了我幾皮 不用給醫生 然後還要抽血 得到我整身都是焦 然後睡醫院 你猜好玩 OK And it was all sorted and done in less than 5 minutes OK crazy crazy stuff 說真的 OK 所以我現在 知道她學的是什麼 和 exactly 是哪一家的system 我會去學 OK This is what I learned And so 我很 confident 我很有信心 這套東西 是很幫到人 因為我是當日的首益者 OK 所以 就是 我剛才所說 所有以前找過我 做過的 consultation by all means 我請你回來 我幫你做一次balance 我答應我不會收你錢 你傳個WhatsApp 去61414555 有機會要排很長時間 因為畢竟是由17年到現在的consultation 就是由17年第一個 去到今年 2019年的9月 所有日 by all means 預約 我幫你補 做 以及以後所有的consultation 請你們穿鬆身 舒服的鬆身衣 不要穿牛仔褲 不要穿有皮帶的褲 還有打一堆乾淨的蜜 OK 遇到我們會查蟑螂 問你哪裏有痛症 痛了多久 然後0至10 10 B型痛到休克 然後0是B型完全沒有痛 你是哪個level 你有沒有創傷事件 跟這件事有關 如是等等 問一堆事情 問一堆 你睡覺的事情 OK 接著 我們就會幫你做 OK 做完之後 測試完 我們至少有個想法 有個帥哥在後面 然後發生什麼事 你身體的狀況 你的身體是會直接說話的 身體最誠實是真的 原來不是鄰近地區的人才是這樣的 是我們也是這樣的 譬如那件事 OK 你當這是一個supplement的意思 我這樣拿著我去測試 我已經測試到 其實這件事是否適合你吃 真的很神奇 好嗎 我非常興奮 分享給大家 Mempleband 是肌肉測試 但它不是 我不知道你說的痛症 它是可以針對痛症 沒錯的 但它也可以針對 譬如是精神層面 心理層面 或者是你身體只是其他東西 譬如是胃痛 經常泡 心跪 耳鳴 它可以針對任何事情 它是心理能量 適合所有層面的 真是很驚訝 然後 真的有信用 西方的制度 令到他們願意公諸於世 一滴不留地教出來 我非常感謝 我們有 Roger Gallenhan 我所提供的心理情緒 那邊 的宗師 然後 我們有 George Goodhart 發言 這個 叫做 Muscle Test 的 然後 我們有 John Thie 然後 還有 Dr. Lo 就是 很驚訝 他們 發言 不只 他們還要肯 制定一個 系統 出書 讓大家可以受益 然後 我是一個過來人 因為 我 去年 在巴黎 那件事 我可以去醫療 醫療 進去急症室 玩我幾天出來 沒有結果 OK 但原來 很簡單 就是 幾下 已經搞定 我這次 其實在北卡 我也有一個類似的 episode 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吃完東西之後 發覺 頂住 呼不出氣 我先生開車 回家的時候 開車要大約半個小時 八個小時 我先生一邊開車 一邊說話 然後我就突然說 Oh I can't breathe 然後他就問我 Do I need to pull over 要不要 把車停在一旁 然後 我就說 I'm OK 我急療 然後 他就馬上 一隻手拿鐵 一隻手幫我 按 然後他就說 It is your spleen 即是你的皮 因為我偷雞吃了 你不應該吃的東西 OK 那我的Spleen 即是我的皮經 就work over time overload了 然後他就馬上做了一些事 然後我就 Oh I feel better OK It's just so incredible It's so amazing 好神奇 是啊 是啊 Exactly 你的painpoint來自於你的故障 Exactly 大家 我經常說 年紀兩年 我說過 其實你的身體的毛病 不是真的在身體層面那麼簡單 其實它跟你的情緒 和能量是有關的 因為它鎖了一個短腦 你明白嗎 是啊 我的頸痛和腰痛 其實也是一個短腦 但這個短腦 是跟創傷事件和肌肉短腦有關 因為短腦 情緒 身體 心理 所有東西 包括能量 麥倫都可以有短腦 很棒 OK 這個我會慢慢分享 下一集我會提供多一點 去麥倫 OK Thanks for listening 你們有任何問題 就儘管在這裏留言 OK 我們會再寫YouTube 再寫字幕版 給大家重溫 OK 有任何問題 儘管問 如果要預約的 不論是新討論 還是舊的 想預約 OK 做一次免費的平衡 沒問題 61414555 OK 我現在要做一個溫哥華的討論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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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